这个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 是 您是 国生从小让您操了不少的心 您重男轻女 这我不怨您 什么重活累活都让我来干 您把她当上掌声明珠 宝贝疙瘩 可是您 国悦 我跟你说 你从小在舅妈家长大 你根本就没这个体会 我跟你说 咱妈就是天底下第一打不讲理的人 你到处去打听打听去 整个就是一个母老虎 护肚子 您甭瞪我 这人命关天 不是我说您 那国生和许婷的事我也反对 反对归反对啊 做事得适可而止吧 就是 妈 您不答应他们结婚不就完了吗 那许婷也是书香门弟出身 也是耗面子的人 你不答应了 那我哥又是个大孝子不就完了吗 您还偏把人家叫到我们家来 当面羞辱他 我用你羞辱他 我给他磕头还不行吗 妈 您看看您 您又不讲理了是不是 那长辈给晚辈磕头说出去都让人家笑话 还有啊 您说的那番话 您说一个大姑娘家哪受得了这儿呢 妈 您这个案是翻不过来了 您就等着派出所的人来找您吧 我是为了你哥的前途 我又没让他去死 国悦 我哥呢 不是他 什么呀 我问你我哥呢 我说的不是他 什么 是谁 什么不是他呀 江永 波姆 派出所人说了 跳海的人啊 不是去听 什么啊 啊 川友 你再说一遍 就是跳海自杀的不是徐婷 这这我给弄弄误会了 不是 我也不知道这么巧 那正好有一个自杀的 我也不好问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所以 那就是说他没死是吧 对对对没死 活着呢 洪洪 没事吧 啊 你们俩还说 还说什么 自杀 他有这个胆 你妈我有 刘全勇 你说你也是 你这不让我们续经一场吗 先生 你说他干嘛 你给我坐下 还有你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谁是母老虎啊 啊 我 谁护犊子了 我还没结婚呢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 现在 赶紧把国师给我找回来 让他现在就回来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还不快走 赶紧走